水分與枝條搖晃的關係 葉片增扇時會使枝條內飽含水分 反之缺乏葉片則枝條失去水分 觀察其晃動的差異 首先是乾枯的枝條 葉片吸收的枝條 還有很多葉片的枝條 把速度放到四分之一時 發現沒有葉子的枝條晃動的最久 頻率最大 具有葉子的枝條則有較大的周期 葉片的晃動也吸收了部分的能量